杏家市居到东行线近香港理工大学 用红水过海是交通济湿 要18分钟 而东隧行车畅缀要16分钟 转看看港渡方面的交通情况 杏金拿渡天桥北行线近香港仔隧道出口过海 用红水交通繁忙要13分钟 而用西隧和东隧暂时行车畅缀 预复足够时间出门口 看看新界方面的交通情况 行大路山隧道公路近石门 出狗龙东方向是交通栽塞 要14分钟 而出狗龙中和西都是交通繁忙 都要用到14分钟 看看外面的即时交通情况 饮性男女对食物的水准要求很高 平日没时间煮食的你 又如何解决三餐呢 来看看台湾最新的手机软件设计 助你一秒变身大厨 你好 今天晚餐想吃什么 我今天想要吃猪排 猪排 好 那我们马上帮您烹煮 想要看师傅大展新手 那你就会失望了 师傅用的不是厨具 而是一部电话 从我们的特选食谱中 找到我们想要煮的伊比利猪排 然后按一下中间的烹煮 这里会写总共要烹煮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喜欢的熟度 原来是透过手机软件 输入想要的食谱 再透过智慧插座 就可以精准掌握烹煮火候 那智慧插座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交上每个人家里都有的电饭煲 加满水 接上两边插座 再将温度控制线放在水里面 就可以得到精准的温度 我们的硬体跟软体工程师 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吃 那因为我们在提倡的是一种 在国外米其林餐厅所使用的一种叫做 sous vide的料理方式 所以我们就想说用工程师的方式 帮大家在家里用家里的传统电锅 或者是一些传统烤箱 也有帮大家享受到这样的美味 目前创业团队也都和餐饮学校合作 建立多种食谱资料库 透过专属手机软件 人人都可以做大厨